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报道 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 拜登在全国的支持率为54% 特朗普为42% 双方的差距拉大到了12个百分点 同一份民调在9月份的时候 拜登领先将近10个百分点 如今优势继续扩大 对特朗普来说那是雪上加霜 根据四年前的大选来看 民调对特朗普的影响并不大 上一次跟希拉里的对决当中 特朗普的民调也是一直落后 最后依然赢了 如今四年前的一幕再次上演 特朗普的支持率一直落后拜登 但是外界并不认为特朗普毫无胜算 甚至担心特朗普再次以少数票当选 按照美国的选举规定 总统并不是选民直接投票产生的 而是通过选举的票来决定的 不过这一次特朗普很难再像四年前那么幸运了 因为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大到了不可能被选举团改变的地步 拜登的优势不仅仅体现在 比特朗普高了12个百分点 更重要的是超过了50%这条线 一旦支持率能超过这条线 可以说任何外力都不可能在正常的大选流程中 让拜登落败非常稳 对特朗普来说这是糟糕至极 据消息人士透露 特朗普也发现了事情不太对劲 他能接受自己落后拜登 但是无法接受拜登支持率超过50% 毕竟特朗普当了四年的总统 也没有体验过支持率超过50% 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 现在自己的对手却做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